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股票的操作方法 講操作方法之前,其實我一直講話的套路都是這樣 先講一些無關痛養的故事,令大家輕鬆一下 還有一個畫像的時候,令你記憶猶新 今天我想講的故事,就是講金融旗下的小說,《射雕英雄傳》 《射雕英雄傳》就是講華山論劍 華山論劍就是,哪一個武功是最好的呢? 其實金融在他的筆下,最後隱隱若若說了出來 其實最好武功的,並非是郭靖,他 最好武功的就是歐陽鋒 為什麼歐陽鋒突然間那個武功會這麼好呢? 就是因為他逆練九陽神功 講這個話就是說,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其實就是說,很多人講相反理論 我就嘗試用逆練九陽神功去講給他 因為逆練九陽神功的時候,他的戲就倒轉流 大家的思維跟他不一樣 我自己操作股票,我都是喜歡用一個逆向思維 逆向的思維就是什麼呢? 就是跟散戶違背他,散戶一般的思維 我就稱之為逆向思維 散戶最喜歡什麼呢? 最喜歡有一個叫做Average Down Average Down就是說,越便宜就越買,越跌就越買 越溜就越淡,越炒就越大跌 這個就是散戶的思維 曾經有一個很出名寫報紙的人 因為我看他很久,曹仁超我看了十幾年 是《信報投資者日記》的作者 他寫一句很精靜的英文言語 Don't catch a falling life 即是說你不要接一把在高空跌下來的刀 你這樣,你未必會接得住 你有他跌,跌到那把刀插在地上 這樣才是見底 如果你打算在十樓接一把刀 八樓又接一把刀,七樓又接一把刀 其實你不知道多少才是底 還有沒有地牢,根本你不知道 唯有是讓他真真正正插在底 反過來,上去三四樓 到頭追回都未遲 這個就是一個叫相反理論 大部分大戶都是看著散戶心理 越沽越落,令到他的散戶心坊 到最後連散戶的信心都崩潰的時候 就差不多跌完 這個就是等同歐陽鋒的《易練九陽神功》 我自己喜歡的操作方法 就反過來,我是喜歡追突破 如果是上升,我可能找一小柱 就先買入 跟著知道方向是正確的時候 就不妨把自己的利潤 作和自己其餘的錢 慢慢去加注 這樣你就反而會是越多 等於市場是跌下來的 可能是市沽 沽了是正確的 就用賺的錢再加注 如果你是玩衍生工具的 就把一些慢的車換一些快的車 即是換一些比較槓桿更高的 即是渡卵也好,其權也好 這些就是正常的做法 如果不是,你反過來 越炒越大跌 你通常都是跌入了一個散戶的迷思 通常我只會一個情形是會平均下跌 那我就會下跌去下一個月買兩邊去爆邊 那這個我就會做 還是不行的時候 我會再下跌多一轉 因為為什麼呢 世界上的股票市場 不會只有一個月高低兩三個百分 兩個月都是高低位兩三個百分 三個月高低位兩三個百分 這個是不是一個健康的市場 它始終都會回歸一個正常的值 兩個月可能要回到十個百分 三個月要回到二十個百分 要回到一個回歸的值 那這個情形呢 我才會用一個平均下跌 因為好像等於一個三角形走到一個尖端裡面的時候 一定會選擇爆一邊 將以前未爆開的波幅爆開出來 那這個呢 我才會做 那這個也是違反了一般人的思考 今天想講的相反理論和九陽神功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分享 拜拜